扁豆炒猪肚 扁豆炒猪肚 扁豆它有一种涛出的味儿 搓水的时候 一定要剁之前 一定要搓一下水 这个汗它比较洗油 油水 要大一些 好了 那这边扁豆给您添好了 我们先把扁豆给它焯入水 先切一下 先切一下再炒 扁豆比较大 其实您看 我们一般人在市面上看到豆角的品种很多 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几样 大家都再熟悉不过的豆角了 你看这个豆角 扁大厨 这个你们扑认专业叫什么 就叫长豆角 长豆角 又叫姜豆 姜豆 是吧 姜豆 对呀 姜豆 那这个呢 这个就是东北的油豆角 油豆角 在东北很流行的 也是肉很厚的那种 对 这种呢 就是它主要是吃豆的 豆角比较饱满一点 没错 这个呢 是云豆 对云豆 这个是荷兰豆 荷兰豆 您看好 扁大厨 咱今天吃的扁豆 大多数的做法都是炒 炒 炒 炒肉丝 你看这个荷兰豆 一般就是用于这个 轻炒 它肯定是轻炒一下 它就扑认时间 对 我来问问老师 你看一般这个品种不一样 可能营养上也略有趣 是 像一般这种豆角类的东西呢 我觉得不应该来分清 哪一个营养好 哪一个营养差 因为它们的营养呢 各不相同 比如说你像这种油豆角 我们吃豆类的 那么它可能营养要好一些 因为它里面含蛋白质要高 对 豆类 对 但是你要是吃这种豆甲类的 你像这个荷兰豆 它膳食纤维要高一些 但是比起来呢 只要是豆甲类的菜 都比咱普通的蔬菜有营养 主要原因呢 就是一个是膳食纤维丰富 那么另外呢 它都属于那种 我们现在比较时尚的 高甲 高钙 微量元素 低钠的菜 高血压的患者 那么他们就要吃低钠的菜 低钠呢 那么对血压比较好 就是我们说低盐 但是这个豆甲当中含纳盐就比较少 你像叶子类的菜 它往往含纳盐就比较多 所以这个菜还是比较不错的 尤其是甲盐多 甲还能增加心肌的收缩力 对 所以吸血管系统的病友啊 一般的就是吃这类的 豆甲类的是最有营养的 我明白了 其实大家吃豆角类的菜呢 主要是防止心脑血管疾病 并且能够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是 没错 那我倒建议大家在家里面 可以多吃几块豆角 今天我们做扁豆配猪毒 配猪毒 一个是防止心脑血管疾病 然后另外一个是 以兴补行 以兴补行 一般这样我们讲猪毒 好像大家都知道 它是猪的胃 就感觉是健胃的 其实这是个误区 那怎么讲 应该怎么讲呢 应该它不是养胃的菜 而是养肚子的菜 你比如说经常腹泻的 然后平常呢 就是吃东西不太消化 我们要用猪毒来营养 对 这边我们的扁豆超手 我发现超的时间够久的 对 要超越熟一些 豆角一定都吃熟的 豆角呢 尤其是像我们讲 这种油豆角啊 是一定要熟 包括那个扁豆 那么也叫梅豆 因为南方人喜欢叫梅豆角 一般呢 在这个秋季的时候 特别容易中毒 一旦吃了以后呢 会上土下泄 那严重了呢 会出现一种溶血性的毒素 也就是说会尝到出血便 甚至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休克的症状 所以这个豆角呢 是绝对要煮熟 熟了 熟了 得把那个豆腥气全部去掉 才可以 明白了 而且还得有一个办法 就得把这个头 不止是油豆角 我们做云豆啊 做云豆都得把头 还有这个丝 擦头去尾 也得去掉 这个不禁 这个其实不光是味道是吧 对不禁止味道 因为它这个夹丝 就这个我们撕出来这个丝叫夹丝 里面含的造素也非常高 就是那种毒素 红细胞凝集素 然后两头加上这个丝的部位 也是毒素比较浓极的 所以一定要取除 没错 好嘞 做豆角一定的记住 刚才说的这几个注意要领 接下来我们就把扁豆呢 焯了好久的扁豆给它取出来 取出来 你给它彻底焯熟就最好了 对 还挺绿的 我发现绿叶蔬菜啊 多这特点 对 一焯水 颜色漂亮 叶绿素的颜色就通透出来了 好 烙出来 一会儿再轻炒就成了 再炒一下 炒的时候呢 火要大一些 火要猛的 火大猛一些 好嘞 把这个豆角全都取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另取如造 我们今天这一道 烤很久的菜 好了这边呢 我们在锅中啊 来一点油 把蒜的葱花放在里面爆个香 我特别喜欢豆角里面 放很多大蒜出来的味道 哦 今天咱们这道菜是辣的吗 嗯 大辣椒 它跟这个辣椒吧 非常的香配 嗯 因为这个没有辣椒的话 它都是觉得 就豆腥的豆腥味 还会有一点 很刺鼻 看来扁豆 想把它做好吃啊 真的是很费功夫的 对 现在超大上下功夫 然后先在辣椒上 用的量也多一点 哎 出来家里面那个 厨房的味道 对 这个辣椒呢 一定要炒香了 对 嗯 把干辣椒 得炒得透一些 嗯 好 豆角放进去了 哎 我发现 今天做的一个菜的味道 我闻出来了 家宴厨房的味道 是 就是在家里面吃饭 你厨房里面 飘着来的香味 我们一般把这个味道 成为妈妈的味道 妈妈的味道 但我们看到扁大厨 想说这个是 男主人的味道 对吧 是 炒到什么时候 我们的猪肚才能放进去 就是把它炒软了 你炒到这个 这个鸡呢 它就起皱了 哎 哦 炒软了 皮起皱 我喜欢闻大厨 锅里面的味道 煸炒的味道 炒菜嘛 一定要炒菜 有炒菜的味道 炒菜的味道 有点这个锅气 有点锅气 有点锅气 现在是放一点这个酱油 酱油 来一点点 酱油 好 因为这个猪肚是酱好的 对 你会在这个 就要再放盐了 没有放 就是用它本身的咸味就可以了 再放一点这个酱油 盐都会吃到一点酱油味 再过再把这个猪肚 它放进去之后 它味就炒掉了 就是不再放盐 我知道了 就是它的盐 只是它这个酱油 进入它酱油的味道 给这个豆莢来补味 然后这个猪肚本身不用了 对 那这个菜绝对的低盐 我觉得高血压的病人会非常适合 好吃好吃 本身豆莢就低纳 然后咱们用是低盐烹制的 没错 非常适合 猪肚加上我们的扁豆 哇 把锅里面炒的是沸腾起来了 是 好了 现在我们这边的扁豆炒猪肚 OK了 关火 正式的上桌 哇塞 很香啊 太香了 我觉得今天你看那个锅啊 里面会摘一小层 那个叫锅气 锅气 锅气 炒出来了 这个锅气是我们火候的掌握吗 就是忘火 然后你要反复翻 这个不要加水 不能加水 这么好吃的美味 豆上来之后 一家人都开心了 我们先尝尝看 如果真的好吃 才是真的开心的 两片一起多着吃 这样口感会松散 口感很有层次 对 第一个层次呢 是那个本身豆角那种脆爽 第二层次是有弹性 有梗头的那种猪毒 嗯 对吧 这道菜下饭 嗯 我们想说如果吃它的话 你要蒸一大锅米饭 热气腾腾的白饭 哇 这道菜最爽 如果你爱吃的话 接下来屏除鸡的大嘴 我们下期的大锅炮小菜 不见不散了 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